我们今天要玩的是一把鲨鱼枪 这三个长方体形状的东西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都是它的弹夹 在这之前你们有见过 一次可以装三个弹夹的枪吗 再把两边的鲨鱼鳍给它装上 感受一下 感觉很强劲的样子 这些沾沾球就是它的子弹 到这里我发现了个问题 就它的弹夹装填子弹 只能从这底下 所以我提前卡进去是没有用的 一次只能装三颗卡住这样就不会掉下来 绿红黄各装填的三颗 我们想用哪个弹夹里的子弹 只要把这个挡板给它推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靶子居然没有100分 瞧不起谁呢 那我打那个90好了 诶明明打中了为什么站不住 可能是墙面太硬 贴的箱子上可能会缓冲好一点 那这次用一颗绿球 怎么样 我说打90就90吧 不相信我的实力 这次打这个螃蟹50换黄球 怎么样 是不是只哪打哪 60分的乌龟 呃也就歪了一点点嘛 看到没 其实刚才那枪我是故意没打中的 不然你们说我百分百 你就太假了 最后一枪打这个最小的章鱼 看到没 看到了没 你就说这个枪法准不准 这个三连弹夹创意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做工还要加强一下 说到杆有点强 就我的枪法 你们觉得能打几分 还是